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 以宣布要参选新竹市长的市议会议长谢文进 日前宣告17日要办823炮战60周年感恩活动 结果 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许明才今天抢先办823炮战60周年感恩活动 两人较近意味浓厚 许明才邀请至少9名参加过次战役的将军出席 加上退伍军人协会多名干部出席 宣誓正兰军意味浓厚 许明才抢先办823炮战60周年感恩活动 他说 这场纪念活动早就敲定了 并已邀请9名将军到场 他说 60年前的8月23日 台海发生823炮战 打了44天 中国解放军发射48万发炮弹 不少将后来回到新竹市 于是有了金城新村的将军村眷村 许明才今天邀请参与此战役的将军到他的竞选服务处 聊聊60年前这场战役的经过 并向这群当年奋勇对抗中国解放军的将军致敬 不过 有别于日前谢文静在市议会召开记者会 宣告823炮战感恩纪念活动时 几乎所有国民党现任市议员都呼吸 许明才今天邦的感恩活动 现任市议员参与及出席的情况不多 不过七名党部新提名的是议员参与人都呼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